哈囉大家好我是Kazbong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人的故事要帶來看的是 鬼才創作歌手米金玄師 Yonitz Kenshi 1901年3月10日出生於日本得島縣得島市 父親與電腦相關公司上班 由於幼年時米金的父親不常跟他互動 父子之間的關係不算融洽 母親則是家庭主婦 持有美術相關教室製造 米金上面還有個姊姊 她的姊姊平常會在家裡練習鋼琴 因此米金是在音樂及繪畫如木蘭夏成長 米金從小就不太擅長跟別人交流 因為因為自己的名字 米金玄師非常獨特 讓他覺得自己好像跟別人不同 他曾在幼年玩耍時 不小心跌倒受傷撞到嘴唇 到音樂縫了好幾針 結果回到學校上課後 發現同學們都圍著他看 在那個瞬間 讓他感覺自己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樣 或許在別人眼中 我是個怪物 這樣的想法開始在米金的心中誕生 也讓他非常厭惡看到自己的臉 間接影響到日後的創作內容 在他筆下創作當中 幾乎看不見男性角色 反而都是女生居多 以及大家所熟悉 米金所創造出來的怪獸們 對此他在訪談時辰說過 每當我畫出男性角色時 我都會投射出自己的樣子 我非常討厭這種感覺 所以每當我要畫自己時 我會拿各種東西遮掩我的臉 於是怪獸們就這樣誕生了 所謂的怪獸 正是米金對於自身的投影 而2013年時 他曾在日本音樂雜誌 Rog on Japan 連載了怪獸圖鑑的欄位 每期都會畫上不同的怪獸 連載最後在2015年底 迎來追蹤回 米金在追蹤回畫的怪獸非常特別 是因為看起來有點寂寞 可愛的人類女生 並在下方註解到 許多人在生命結束前 都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個怪獸 或許米金在連載結束前 就已經知道 所有被人類稱為怪獸的本質 其實就是人類自己了吧 幼年時期的米金 常常獨自一個人畫畫 在小學五年級時 家裡接上網路 米金開啟於外面世界大上線 其中影響他最深的就是 Flash動畫 利用好幾張圖片 搭配上音樂而製成的影片 讓他開始對音樂及繪畫產生興趣 並在當時立志成為一名漫畫家 上了國中以後 開始嘗試製作音樂 並於高中時跟朋友組團 團名叫做Let Red Be Ada 並去參加音樂季比賽 但可惜的是 最後並沒有得獎 樂團最終也因為大家理念不合而解散了 米金也在這時候發現 自己並不喜歡跟別人合作 內心是個自我主義者 於是原本高中畢業後 到大阪念美術的他 選擇在這個時候修學 開始全心全意製作自己的曲子 而動畫部分則也是由自己畫出來 由於他沒有專業的設備 所以早期許多曲子的動畫圖片 都是他用滑鼠一點一點描出來的 也被許多人稱為滑鼠戰士 米金在第五首作品之後 便改為首會了 於日本動畫網站Nikoniko上投稿影片 並取名為Hachi Hachi在日文中是數字巴的意思 在日本澀谷有一尊很有名的雕像 中泉小巴 他的名字就叫Hachi 這也是為什麼有很多人也稱米金 選世為巴爺的緣故 有關Hachi這個名字的由來 米金只有講其中一個原因 是他的姐姐也在看Nana這部漫畫當中 女主角之一的小松丹家的綽號 就叫做Hachi 而Hachi時期的米金做過不少熱門歌曲 像是俄羅斯娃娃、熊貓英雄 都超過了百萬的播放量 進入了傳說級別的殿堂 在2010年時 也使用Hachi的名義出過三張CD Hachi的名氣越來越大 讓許多人開始注意到這位V家創作者的信心 那時的他年僅19歲 對自己外表沒有自信的米金選世 在製作音樂及動畫上 重拾了開心與快樂 但就在成功的隔年 米金選世20歲時 被醫生確診出有高功能自閉症 這種症狀的患者智商普通偏高 語言能力強 但是對於人際互動非常不拿手 讓得知的米金像是解開著20年來的問題一樣 接受診斷結果 加上他的身高有188公分 讓他更確定自己的與眾不同 而困擾他很久的名字 米金選世 父母從來沒有說過名字的由來 他只知道由於自己的名字非常特別 所以他決定名副其實的活下去 用不遜色於自己名字的精神 好好的繼續創作 於是2012年 他決定不要繼續躲在Vocaloid的隱形動篷內 使用本名米金選世 推出了第一張個人作品 Gio Lama 音樂作詞作曲 專輯封面設計 動畫作畫全都由他自己一手包辦 用自己的聲音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東西 而Gio Lama的中文意思為 重現某個場景的模型 專輯的概念是一座城鎮 正因為自己也不擅長與其他人交流 所以創造出了一座大家都被聯繫起來的世界 那時候的他決定自己的音樂要做出 能夠與許多人聯繫的歌曲 但由於是第一張專輯 在製作時還是帶有許多強烈個人風格的歌曲 只把自己認為很好、很酷的旋律帶入 所以這張專輯在米金信中 還不到真正的J-POP歌曲 於是2014年推出了第二張專輯Yanki Yanki在英文當中是美國人的意思 而專輯取作Yanki 是在敘述朝著美國移民的人 這張專輯比上一張更加接近的流行樂 當中也做出了被作為東京地鐵主題曲的 I Neckline 接著2015年第三張專輯Black Man Black Man就是由童話故事布萊梅的樂隊取名而來的 故事裡敘述獅子動物 因為年長要被農場主人殺掉 決定逃離農場 到一個叫布萊梅的地方組樂團 但是最後因為某些原因 他們就在森林的某間小屋子住了下來 過著幸福快樂生活 而米金2016年舉辦巡迴演唱會名稱 正式叫做米金選是音樂隊 專輯的第一首歌放上了Unbelievers Unbelievers 也就是什麼都不相信的人 不相信相信一切 不就是正在相信什麼了嗎? 這是一首用否定來達到肯定的歌曲 只有完全的否定自己 才能間接反向思考來達到肯定 2016年做出了第一支由米金自己跳舞的MV 樂曲風格及歌詞都十分強烈的Loser 這張單曲也取得歷年單曲最好成績 在Orlicon上得到第二名的位置 詳細歌曲內容介紹可以點右上角連結看我的影片喔 2017年可以說是米金合作最多一年了 2017年2月與動畫3月失職合作 製作主題曲Orly 同同6月為動畫 我的運強學人第二季製作碰巧曲比賽 再也就是2017年夏天最紅的歌曲 與大耳環合唱 為電影煙花所作的主題曲 打上花火 打上花火所取得成功 甚至是評比為 歌曲比電影本身還要紅 米金也在2017年底發表個人第四張專輯 當中也收錄了與男演員劍田將會合唱的《灰色與青》 此張專輯也成功獲得Orlicon公信榜第一名 2018年米金選世與日劇《法英女王》合作 搭配劇中《死亡》的主題 做出了攻占排行榜許久熱門歌曲 Lemon 談到了Lemon 米金自己也沒想到這首歌會如此的紅 以流行音樂市場為目標創作歌曲的他 在Lemon傳遍大街小巷時 他心裡只覺得 啊!原來是這首歌啊! 而Lemon的MV當中 米金穿著高跟鞋這件事 在日後廣播節目中獲得了解答 有一次米金做夢 夢到自己身在一個葬禮現場 天空很藍很乾淨 而在葬禮列隊前面 突然有一個人開始吹口哨 用很吵的方式在吹 這個時候其他人開始議論紛紛 為什麼他要吹口哨啊? 而米金自己的理解則是 吹口哨是那個人與過世的人共同的默契 只有那個人與逝者才了解吹口哨的含義 即使有些旁人無法理解事物 我也不會在意周遭眼光 全心全意的去愛你 MV當中的高跟鞋 就是被選擇為代表這樣的物品 MV當中的高跟鞋 2018年10月製作出了Flamingo 這首歌與上張單曲Lemon的風格不同 他說 很多人藉由Lemon認識到我了 我想知道這些人聽到Flamingo的反應會是如何 米金玄師並非碰巧爆紅創作歌手 在走到今天這部之前 他將自己的想法及意念注入於自身的作品當中 有許多人都不停說著 希望以前米金能夠回來 希望能再聽到以前的哈記 對於這點他也於廣播中回應到 不可能了 已經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哈記了 那個時代產物是那個時候的自己才喜歡的 就算我現在再回去做一遍當時做過的事情 也不會是一樣的哈記了 曾經對自己沒有自信的米金 將所有的心力投注音樂上 不擅長與他人交流 卻為了做出更好的音樂開始嘗試合作 對許多人來說 他所做的音樂是一種救贖 如今你仍是指引我的光芒 這句歌詞也被許多人銘記在心 米金所擁有的世界觀及哲學思考 筆下產物以及磁缺化學變化 這些東西是比單純外表更有魅力 更有深度的東西 一不小心 慢慢的 深深的 就陷入了米金所打造的世界裡 我也不知道接下來人生會有什麼在等著我 可能會跌倒 但要爬起來 可能會受傷 但要繼續活下去 我想 這樣的人生也是很美的吧 好可憐 好可憐 感谢观看